民国名人珍贵刘颖,孙可不爱江山爱美人,民国公子和绝代女子天作之和,兰妮,民国时期不为人知的四大名门之女,容貌出众,遭遇家庭中落,首次婚姻不尽人意, 离婚后依然选择做交际花,开始频繁出入社交厂科,结识了当时很多权贵,李润申,李瑞九,吴瑞元等,成为了著名的交际花,扶为兰妮和他女儿孙慧芬珍贵合影,1935年,兰妮在舞会上任婶,时任国民政府密法院院长的孙科,孙中山先生的独子, 两人一见钟情,最终成为形影不离的伴侣,孙科不顾家庭和社会的舆论,决定娶兰妮为二夫人,自然隐瞒了社会舆论,说孙科不爱江山爱美人,潘素, 潜青著名的壮人乡潘世安的后代,父亲潘世和是个顽固子弟,移居上海后有手套钱,家产更是被其一空,母沈贵乡一出自明门,为潘素聘请名师,教导其女工,习金律,学会话,母亲去世的时候,潘素指,有十三岁,继母给她一张琴,将她迈入欢笑场所, 潘素弹的壹首好琵琶,更是出落的秀起,谈吐不俗,原本将暗无天日地在欢场中度过此生,直至遇到光芒四射的张伯鞠,两人结为抗力,不仅是生活上的伴侣,精神上的知音,也是家偶天成的范例,张伯鞠,民国四公子之一,一生迷于文物书画的鉴赏和收藏,三十岁开始收藏古代书画, 为了珍贵文物不外流,她不惜一掷千金,故宫博物馆收藏的自画中,无论是艺术价值,市场价格,都含有能超过1956年张伯鞠如常捐献之物,她捐献的任何一件东西,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来形容她的价值,都不为过,张伯鞠和绝代女子潘素的爱情故事,更是成为了佳话,流传于史著, 其文解密原创文章,未经允许不得转载,图片来源互联网,版权归属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